马华正式迎来魏马时代 昨晚落幕的马华母体改选 拿渡司理魏家祥以447张选举人票 击败严炳寿出任总会长一职 而隶属魏家祥团队的马汉顺 林万峰和陈德钦等人 也一举拿下了属理总会长 和四名副总会长职位大获全胜 而渡问鼎总会长失败的严炳寿 也在脸书大方的祝福对手胜选 新任马华老大魏家祥 希望党选告一段落后 马华群体领袖可以重新归队 一个都不能少 马华改选正式落幕 迎来新世代 当选派魏马团队高奏凯歌 当选计票工作从昨天傍晚7点开始 历经超过三个小时后 即便正式成绩还没有出炉 但总会长候选人之一的严炳寿 已经在当晚10点半率先在脸书坦诚败选 祝福魏家祥 而魏家祥则是在大约11点抵达马华大厦 宣布自己和马汉顺胜选 所以刚才在10点半10点35分的时候 我的竞争对手秉寿 也打了电话给我 恭贺我中选 而且我说 这个时候 不管是哪一个职位的参选人 我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为党服务 所以我们一个都不能少 魏家祥希望所有马华领袖 不计前嫌 重新归队 那他又是否会会掩饰英雄 重用对手 严比授呢 我现在都还没有考虑 因为在这一刻我根本还没有考虑任何的人选 给我一点空间跟时间好不好 所以不要通过媒体来委任吧 任何的职位我都还没有想 我脑子里是空白的 我还没有去想 因为我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之前我都还不是总会长 我为什么要去想这个问题 魏家祥最终是以447张选举人票 拿下总会长职位 而隶属魏家祥团队的马汉顺 林万峰 程德青 郑年科和姚长璐 也分别拿下处理总会长和四个副总会长职 为马团队大获全胜 马华在历经败选下野后 举行了第一次党选 首次采用扩大代表制 共有188个区会 超过3万名区团代表拥有投票资格 NTV7最后报道